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香草植物 其實我們知道是 整個在農業的轉型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變革 那當然他是講的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中草藥 他可能是針對口服性的 但是Herb這個東西 大概是由外界過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差異性 那我們覺得說 其實在他廣義上 他的種類繁多 他的樣式 他的利用性也非常的多樣化 那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對我們的生活上比如說外部的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視覺 或者我們的嗅覺 以及他產生出來的一些東西 是在內在身體裡面 比如說他可能我們現在講的 圓藝療法 圓藝療法裡面用了非常多的香草植物 那這個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香草植物所指的就是 他前株全部都可以利用 有的可能是葉片 但是有一些可能連他的根部 都開始利用 所以是一個滿不錯的 那我們講到香草植物 其實他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從嗅覺上 或者從你的味覺上 那我們知道有滿多的香草植物 他在染色上 尤其是現在的食安 有很多他是可以用在食品上 那我們知道像有一種紅花 香草植物有一種紅花 他就是一個紅色跟黃色的一個染料 那另外我們講到的就是說 從你要去做一個休閒的農場的時候 我們認為很重要就是在栽培技術 那這一個也是在學校老師 我記得李年老師 你如果上過他的課 或者是你是他的研究生 他認為你要學澆水 可能就要學一年 光一個澆水的一個動作 他認為這個是最關鍵 而且他植物可以長得好 最重要的地方 那這裡就是我們提到的 栽培的技術 是影響你做一個作物的成功與否 那當然最後會跑到我們講的觀光休閒 所以在台灣來講 真正運用到大面積 整個來做加工 其實我們看到的還是微乎其微 一個就是我們的生產成本太高了 即使你可以量產去萃取精油 可是你相對得出來的產品 跟國外真正進口進來 那個價位的差異是太大了 那跟各位說一個小故事 就是曾經在台灣 我相信大概在七八年前 阿遠肥皂 他就是開始從香草植物的精油 但是他當初阿遠肥皂 裡面的這個精油都是國外進口 那他知道我們常做香草植物 所以他就來拜訪我 然後我就帶他看 還有我們哪些農民真正在生產 結果講到真正的關鍵點的時候 如果你是要在台灣建立產業 你要有一個模式的栽培源 比如說你所有的原料 是由你的農場生產而提煉出來 可是到後來 我也幫他媒合一些農民 發現行不通 為什麼 因為你在做一個肥皂 變成一個加工品 他的成本還是要低 所以你跟國內的一個精油 我們計轉出去的澳洲茶數 一公升的精油 或者薰衣草的精油 一公升就是一公斤要兩萬 可是你如果從法國 或從從澳洲進口 他的價位 尤其他們用量大 可能一次進10L 那個整個價位就低了很多 所以在考量成本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去做量產以後你生產出來 是可以通暢無阻 包括說我們現在香草精油 用的非常多的就是在SPA 芳香療法 那最後會選擇國外進口 也是因為成本的關係 但是今天到最後會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個規範 對於精油 不能用百分之百 100% 這個用詞已經不行了 你頂多你是從真正植物萃取出來 只能用一個醇 醇精油 那你如果利用這個精油 然後添加一些化學的東西 你連這個醇都不能用 這個是在今年應該年底就會立法出來 那目前已經有公告 他的一個通行的一個法則 那我們就想說香草植物這個產業 在台灣興起以來 大概就是從傳統的農業轉型到 我們想像的說 他已經不是用糧食作物 來看待這個香草植物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衍生出一些香草農場出來 那當然在我今天到最後的一個 加值方面 那就是說 怎麼用你的初級產品 可以拓展 衍生出 他包裝起來以後 他的價位是可以提高的 那在台灣也有一些 蠻成功的一個案例 但是以目前整個我統計過來看的話 大概還是以休閒農場為大中 那絕大部分有休閒農場 他一定會去種一些香草植物 所以在台灣來講 台衣 台光 他就是主要是以生產香草植物種苗 那當然還有一些種苗公司 包括農友公司 包括稅根種苗 他們也可以讓你order 這個品種 然後你到底你虛妄的是 128的血盤苗 或者說你是用50plug的出來 你拿回去就可以馬上落土種 所以現在已經衍生出 蠻多在種苗方面 那接下來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花蓮廠的網站 在頁面的左邊有一個出版品 你點下去 你可以再從出版品下面一個專刊 有在民國95年的時候 也就是剛剛我提到 90年花蓮廠投入香草植物 那累積四年的所有的種苗 包括他的栽培 把他集合起來 寫了一本叫香草植物之美 那在這一本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整個 在這個目錄裡面 包括比如說他的種苗 到他的色香味 或者說在他的應用 以及他跟環境生態上繁殖 或者栽培 主要比較大中幾個重要的部分 這裡就是圖文並茂 而且那個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是在一個網站上 你可以看到香草植物 其實在整個歐亞地區 包括南美、中美、北美 其實都有他原生的一些香草植物 那接下來就介紹我這幾年 在香草植物裡面 我們從開始的種苑蒐集 然後繁殖技術、栽培技術 香草植物的精油萃取 一直到後面的一個應用 應用來講的話 最主要你要去做香草植物 這個園區的時候 當然栽培 還有你怎麼樣 香草植物園區的一個建制 這個都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最早的香草植物 衍生出來的一個技術 實際上雖然講墨浴包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乾燥質體 那各位可以了解 不管你做任何的作物栽培 包括我們現在講的蔬菜、果樹、花卉 你一定要有不斷的蒐集種種源 然後從這一些種源的特性 衍生到你要做雜交育種的時候 怎麼樣取其他父母版的特性 可以產生出一個新的品種 那當然香草植物在國外的品種還滿多 那花蓮廠來講 就不從事於這個育種工作 而且整個在台灣來講也沒有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蔥 如果把它當成是東方的Herb來講 蔥當然有做育種的這個工作 那比較偏向蔬菜的有 其他觀賞性的絕大部分 還是國外過來的 那我們大概民國90年的時候 首先是透過種苗商 從美國 然後英國 最後加拿大 那96年的時候 我也到加拿大的農部去 跟他們種苑中心蒐集了一些香草植物的種苑 那以目前來講 我們就是保有的種苑 這裡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 你引進種苑 為了引進防解疫方面 還是以種子為最方便 只要對方經過檢疫 有那個海關的證明 然後來到台灣 他大概會抽樣幾個 在做第二次檢疫以外 一般來講 大概從你申請到 回到你的手中 大概不會超過兩個禮拜 但是你如果去國外 獅子帶回來 不巧被查到的話 可能就是沒收消費 所以你如果從國外帶種子進來 你還是在海關防檢那邊要 巨石的填寫 然後最好可以拿到 就是說他們已經檢疫過的這個證明 那你就很容易帶進來 那我們從這整個種苑過來 每一個都會先去播種 我們的篩選 我們最多的時候 大概收集到242個種類 那第一個 如果播種的時候 他都不發芽 就很下心就把他淘汰掉了 然後發芽以後 你經過一個甲值 如果他還是長不好 還是把他淘汰掉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把他入土去栽培的時候 因為你是為了農場上去應用 如果他也長不好 而且一般來講 他絕大部分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裡當該開花 然後再結識 如果他永遠是生育期 然後沒有營養生長 沒辦法進入生殖生長的話 我們的原則也是把他淘汰掉 因為香草植物不開花 其實長得都一樣 就是綠色的一片 所以你如果在建構一個 香草園區的時候 可能要配置一些非開花季節的時候 一些花壇的草花 會讓你的園區來得比較生動一點 那這個是我們引進的時候 開始去做培育 那這一章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引進來的 絕大部分是在溫代 是屬於比較耐寒性高 但是耐熱性不高 所以如果是你溫代的種源 在台灣亞熱帶來栽種的時候 唯一現在開始 6月下旬 7月 8月 9月 大概會有三個半月 是香草植物生長 生長最困難的 那當然撇開在海拔高一點 如果是要看薰衣草7月 可能在清淨農場你看得到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 在亞熱帶的地區 夏天要看香草植物 就要往山上去看 那我記得有一年 我7月的時候到福壽山農場 就發現他們的薰衣草 在台灣平地的話 7月大概已經都採收完畢 他大概就成木質化 也很難平地薰衣草來講 很難樹根栽培 那你如果說在海拔高一點 他的開花期就比較晚 他可能到7月8月 然後到真正早霜來 到冬季的低溫 他就整個休眠掉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就變成樹根栽培 所以春天來的時候 整個葉片又重新冒盛起來 這個是如果各位去過普羅旺斯 或者北海道 看到他們的薰衣草 是不是都在7月 而且是全部盛開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同樣這些品種 你在台灣的季節 你會發現 他大概是從12月底到隔年1月 開始花勁就抽出來 他可以一直開到大概4月5月 但是薰衣草你如果去萃取精油 國外跟國內就差很多 像在台灣來講是以葉片 但是在日本或者英國或者美國 歐洲來講法國 他們大概都是用花 因為他們的花稅 大概都超過25公分 但是在台灣同樣的品種 大概只有8公分到10公分 那你這樣去萃的話 他的產量是不夠高 所以我們剛剛講 在台灣是一個高溫問題 還有碰到梅雨季節 像前一陣子一波一波的過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香草植物就是騎死 就是突然之間隔天出個大太陽 他大概就死掉了 那另外就是說 你是採收葉片 比如這其中一個 薄荷類或者 檸檬棒就是香蜂草 你他是可以割完以後 藝芽就不斷的產生 可是你在園區裡面 你不能去搭遮陰網 可是你如果說是量產做生產栽培的時候 在高溫期你要去搭塞遮陰網 讓他的植栽培可以正常生育 但是他的葉片會比較焦黃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左邊這一個是馬玉蘭 那這一個就是香蜂草 那我們可以看下月的時候 他就會枯乾掉 那我們的做法是在他入下之前 我們就採頂牙先牽插 保有他的母本 就是繁子的母豬移入溫室 然後呢入秋以後 再採頂牙牽插 你就可以又有你下一劑栽培來的 這一個材料 那這一個也是一樣 那你看他裡面的通風效果不好 所以你應該要怎麼做 在四月溫度開始提升的時候 你要做一次強解 讓他的心雅重新萌發 再採取他的心雅 經過兩個月以後 採頂牙來牽插 那這樣你就可以保留這個母本 那如果你看 這一邊是俗微草跟香葉萬壽菊 我們俗稱田萬壽菊 這個的好處是 我們知道菊科是短日照 所以這個季節完以後 你做一個強解 他就會心雅出來 因為溫度高 所以他的枝幹會比較硬 硬質會比較硬挺 那入秋以後 大概十月底十一月初 他就開始開花 那一枝會有兩劑 他開完他會再抽出來 還會再開 那告訴各位這樣就是說 你在園區裡面香草植物 除了一些你要重新耕種以外 你要選擇他可以耐熱 那你經過一個修建 他可以重新再長出來 對你的園區的管理上 就可以比較節省你的勞力 我們看到就像說 你看這個到七月底以後 整個俗微草是整個枯乾的 他是不耐熱的 那像這一個天竺葵類 我們就像我們講的防蚊樹 芳香天竺葵 玫瑰天竺葵也一樣 但是這幾年 我們操作的模式就是 在他還沒入下以前 我們採取靜結扦插 保有母本 那這個種源就永遠可以保存住 那當然講到他的繁殖技術 一個就是有性繁殖 另外一個無性繁殖 有性繁殖當然就用種子 無性的話 都是以春秋兩季 比較適合的溫度 那在我們播種這一方面 就是說如果他的種子 是非常的細小 那我們可能就用撒播 那像琉璃劇這一種種子比較大 我們可以直接點播 不管你是用50格的那個plug 或者35格 你直接點播 等到本葉長出來 移植到三寸盆栽 你要做盆栽觀賞 或者陸地栽培 直接就可以移出去 左上方這一個就是 當初我們引進的種源 然後因為要先試看看 我們這個就是育苗盆 大概他的高度是10公分 實際上他的介質很簡單 我們現在用到現在覺得最理想 就是用泥碳土調整他的pH值在微酸性 那現在國外進口 你都可以要求調整你所需要的pH值 否則他泥碳土 因為他是在一個 經過了幾十幾百年這樣子 腐葉硬域在沼澤的地區 他們不斷的這樣挖掘 所以他是非常的酸 他很酸的時候可以達到3.5 那你如果沒有去跟進口商要求 他進來的大概是在5.5左右 那對園藝作物來講 還是偏酸性 據我們這樣耕作的結果 就是說你如果陸地栽培 我們發現香草植物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香辛類的蔬菜以外 像薰衣草迷迭香這一類的 他比較偏好鹼性土壤 大概在7.0到7.8左右 他都還可以生長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整個育苗可以看到 如果你育苗的時候 他連發芽都不發芽 剛剛講的就去除掉 然後這個又下佐這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本葉 他是屬於雙子葉的時候 本葉出來大概第二到第三片 你可以先做一次架子 如果他還是太小 你就再移到35格 或者直接到三寸盆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像這樣本葉已經出來 那我們這一種就可以移植到田間 就是直接陸地栽培 像這種情形 那否則你要當成盆栽栽培的話 你就直接上三寸盆 或者五寸盆都OK 那一般來講香草植物 他的分支性都很強 不需要像我們栽培 一般木本性的花卉作物 要有一個栽芯的這個動作 這一些香草植物倒是不需要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的栽培介質如果經過調整 那我們知道 泥炭土你最好跟珍珠石 不要致死 你用珍珠石要讓他的那個孔隙好一點 他對他的排水會好 這一邊有一個很大的關鍵點就是 他的體積比不管是你做栽培做疫苗 或者做千叉大概就是 體積比大概就是9比1 就很OK 那一般泥炭土進口進來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有添加Twin20 就是他叫什麼 斬酌劑 對 他就有斬酌劑 所以你澆水的時候 他很容易整個濕潤 可是這個只有第一次用的時候 他是很濕潤 在你的栽培過程 有一天你不小心給他乾掉了 他會在上面形成一個類似硬盤 那你每天也是這樣澆 你會發現為什麼你的植物長不好 然後這個硬盤因為永遠都在表面 其實他硬盤底下 這一些泥炭土是乾的 所以你會看到硬盤上面 已經會有一些青苔長出來 那你如果沒有用你的綠手指 去把他戳破 那你就會發現他都長青苔 你會誤會說他水是夠的 實際上是不足 因為他一乾了以後 他會產生水澆下去 他就會沿著空洞的地方往下 其實絕大部分是流走的 所以你如果發現 你澆水不夠勤快 突然有硬盤 你要把他打碎 然後再把整個水澆透 這個是在使用你探圖 很多常常說 為什麼我都有澆水 可是他還是會缺水 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那一般來講 你在承插繁殖 因為底部已經減掉 沒有根吸收水分 所以你必須是要利用葉片 讓他累積在你 撿的傷口的部分 讓他長出那個KELAS出來 才會誘引他的根出來 所以他葉片是不是會有增山作用 有增山作用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在剛牽他的時候 他的水分怎麼保持 那你就要看你的設施 你如果是密閉式的溫室 你就要去調控 他自動噴霧 那噴霧出來的他的例子 所以你大概要6到8次 那你一定第一次你要先試 40秒夠不夠 還是要到120秒 那慢慢的累積你的經驗以後 你大概就知道了 那當然承插的時候 大概是同一類型的一起 要不然比如說 你澳洲茶樹承插跟迷迭香 然後跟這個草本類的 就是像薄荷類或者說羅勒類 他的水分所需要的是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就很難保證說 你承插的是百分之百的成果 所以你看我們承插的時候 會給他同一類型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是在高溫期 我們知道承插很重要 除了說他的增扇作用 怎麼樣讓他降到最低 承插最大的一個關鍵點在於更溫 那更溫 夏天比如說我們春天承插 一直到夏天 只要你的噴霧設施做得好 是OK的 你如果已經入秋 或者在11月12月 你覺得你還要做承插的話 這個更溫就很重要 就跟溫帶果樹 或者一些要承插的木本植物 以前我們在冬季一樣承插這些種苗 我們會在擦床埋那個地熱線 那讓他的地溫可以提高到28度 那這樣他就會刺激他的根系 比較容易長 香草植物很簡單 不需要沾任何的發根劑 就是你的水分足夠 承插大概夏天 這個季節大概三週 有的比較快可能兩週半 他根系就出來 那我們看這個薰衣草 你可以整個把他拿出來 我們知道這個苗 不管是石森苗 或者說千叉苗 你拿出來這個土團不崩落 最好他會有一點點纏繞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在最底部 如果他開始盤根的話 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就是說 你承插的時間點沒有拿捏的很好 你要拿起來的時候 根剛好是托付住 那你如果開始盤根的話 你要刺激他入土以後 新的根系長得出來 你可以用你的食指跟拇指 稍微給他拉一下 那我們的歐巴桑更殘忍 他是整個三分之一 就把他亮晶晶這樣 那這種情形是 你的土壤如果不夠乾淨 有一些菲薩蘭類的這一個菌 他會從土壤裡面進去 沿著那個受傷的根部 往上一長到進步的時候 很容易我們講的利窟 就會卡死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已經盤根 你就稍微把他拉鬆一下 就OK了 不要把他整個根系噴斷 那以往為了說 讓他長得比較好 早期90年91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觀念都想說 我怎麼樣用殺進去 所以都是用農藥 後來我們發現 一種東西很好 甲殼素 蝦蟹殼粉去用醋 去跟他發酵 那坊間也有已經做好的成品 我們完全是利用甲殼素 他可以800倍到1000倍 就是當成膠水 第一次承插或者疫苗完的時候 直接就這樣噴灑 那在整個過程移到外面的時候 我們會用木梅菌 木梅菌跟甲殼素 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那這一個 為什麼會想到用有機的織材 最主要就是說 香草植物有特殊的味道 實際上一些蟲害或者病害 比較不容易發生 那你為了說腫苗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它是很健康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釘子到田間 大概也是冠一到兩次 以後大概一個月 就變成用噴灑的方式 可以讓植株比較健康一點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剛剛同一種類的這樣去承插 那你也可以用24格藍 就是9公分的軟波或者塑膠波 那你一次牽插三個枝條 就用這種方式 那你看像鳳梨鼠微草 因為它的植株長得比較大 所以你大概用一枝 那我們會用到三枝就是說 要讓它比較快成盆 你去甲植以後或者上盆以後 它可以比較快可以滿盆 對於盆栽觀賞的時候 它的商品價值比較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可能要仔細看 我現在箭頭所指的這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是要當盆栽 這個階段你就要換盆 你如果看到這邊白色的地方 實際上它的根已經跑到表面上來 已經跑到表面上 表示它的肌部的地方已經盤根了 可以從這一個地方去判斷 那我們你看這一張更清楚了 對不對 它整個因為它50格來講 它的那個medium是比較少 所以它很容易滿根就往上跑出來 那我們剛講薄荷類它會跑到上面 但是這個樣子還是OK的 因為它底部沒有盤根 它只是所有的根系 把你的所有的這個medium 這個土團把它包裹住 那包裹住你這樣移到田裡 它很快它就會拓展出來 那根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說你種下去 那你整片膠水一定也會不勻 可是它會尋找水的地方 它就會過去 所以剛開始定止到田間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植株那個地方膠 可是你膠了兩三天 最好就一次用鉤罐的 讓它整個表面的水分是浸透 那以後就是看天吃飯不用理它 它的根系就會拓展得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幾個比較各論性 在台灣的香草植物栽培會去大量的應用的 就是薰衣草 那薰衣草它來講 這個樹上都有 我們就不再介紹 但是在品系上 如果以台灣來講 大概就是雜交新衣草 就是田新衣草 它就是雜交的 那或者此葉 法國新衣草 或者法國亞種新衣草 跟西班牙新衣草 它很特殊 就是它的花蕊上面 我說很像那個兔子耳朵一樣 那個是花的特性 那另外真新衣草 就是我們講的霞葉新衣草 國外的薰衣草精油 大概都是用這個 霞葉新衣草的花去萃的 一般來講 薰衣草都覺得 它的花是紫色藍紫色 實際上它有白色 有粉紅色還有黃色 你如果薰衣草是把它來萃起精油 你就要去選擇是適合萃起精油 那在坊間 在夏天可以看到的薰衣草 大概雨葉新衣草 雨葉新衣草 它是耐熱性 所以中年都會開花 但是它沒有任何的作用 它的葉片的味道 也不像其他的新衣草 是甜甜香香的那一種味道 但是就因為沾了新衣草三個鎖 然後還比較好栽培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種子掉下去 它可以直接在田裡長小苗出來 或者你直接從那個進捷處扦插 那有時候像颱風季節 雨水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會吹倒 那你如果看它這樣倒下來 你稍微用途跟它覆蓋 它會在那個進捷長新根 那有一些枝條可能就枯死掉 然後又會新的出來 但是這一種我覺得是把它棄除掉 讓它重新承插或者直接種子重新 為什麼它的珠形會變得不漂亮 只有側一邊長一邊都光凸凸 沒有東西 就是看大家怎麼去拿捏 好 這一些圖 我們剛剛講 在台灣來講 就是田新衣 紫月新衣 霞月新衣在平地都可以開花 那像這一個德克斯特 他完全不會開花 他的葉片是比較銀灰色 然後具有絨毛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雨月新衣草 他跟絕月新衣草很像 可是絕月新衣草的葉片有絨毛 那另外剛剛我們講的就是法國新衣草 跟芽種新衣草 他就是這個地方很像兔子的耳朵 會這樣長出來 那孟斯泰德跟希德寇特 這兩個就是我們講的真新衣草 或者也是霞葉新衣草 只是他的品種是孟斯泰德 那這一個的話 在一樣在我們花蓮這個轄區 我們花蓮場座落在吉安 那差不多30公里往南的方向是鳳林 我們那裡有一個農友 他都是種這個孟斯泰德 或者希德寇特 這兩個品種 他是種在 你知道鳳林不是有那一個河床地嗎 是種什麼的 種西瓜嗎 那他就嘗試去跟他種香草植物 所以就發現說 香草植物其實他很耐平級 然後他要排水性很好 他的那個實力地是OK的 而且他在那邊的新衣草 大概有三成可以樹根栽培 百里香大概可以有五成 那迷迭香就不用講了 迷迭香絕大部分樹根栽培也都OK的 那像薰衣草你只要種在排水良好 那在溫度最好就是 夏天給他稍微半遮蔭 至少你成果力會有三成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你看一般你在脆精油 是要在花蕊的時期 那你如果不是脆要觀賞 他就是會開出來 那在台灣種這個開花來講 你看他不會超過10公分短短 那你如果在那個普羅旺絲或者北海道 他大概都35公分 不是25公分到30公分 那你意用他的花去萃取的話 他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樣 他裡面的化學合成 就是化學物分析出來 花跟葉片大概只有一個是相同的 那我們就看他怎麼去栽培 就是他疫苗完他是雙子葉 所以他等那個本葉長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整個去移植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光他品種不一樣 他的幼年性也完全不一樣 除非你是要比較大量一點 但是我覺得以我們台灣來講 我還是比較建議就是用無性繁殖 因為你出來的苗的整齊度 而且他不會有這個幼年性 牽插繁殖一樣 這個模板圓的時候踩這個頂牙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頂牙切斷 他的在葉翼之間的溢牙 他很快 這個就是剛講的 你種到田間以後無需要栽芯 他每一個葉片都會有新的葉芽產生 你看他都是密密麻麻 如果他開花 花開完連這個包片的旁邊 也可以長出新的芽出來 就是我們看的他的花梗 那田心一草 為什麼他開花就像霧某某 因為他的這一個花茎 輪生狀 這個一節一節當中的距離太遠 不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孟斯泰德或者希德寇特的 他是緊密性的 而且他的花苞非常的大 那田心一草他有三分之二是 綠色轉成褐色的類似我們講的那個花坨 所以他只有頂端三分之一的地方 是紫色的 如果你在做趣味栽培 你也可以把花茎 開花的頂牙剪下來扯插 你可以當成像這種小品盆栽 那這一個可以利用在哪裡 比如說在一些休閒農場 在房間的擺飾 或者在餐廳 在桌邊的一個擺飾 就是說他的利用力蠻多 那我們這裡你看 他的顏色不一樣 就是他品種 不一樣 他的顏色有銀灰色 有淺綠色到深綠色 那你都可以用千叉繁殖的方式 那這一個我們是要做成盆栽觀賞 牽插完直接轉到三吋盆 然後就移到這一個五吋盆 那當然他就可以當成室內的觀賞 或者再做一些景觀上的 配置上的利用 如果你是大面積栽培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他要足高溪 他一定要排水性好 你如果碰到雨季 薰衣草只要進水超過48小時 大概有一半以上就全部死光了 表示說他的吸水能力太強 他會睡覺 那隔天隔兩天出個大太陽 其實他的根部告訴他 因為他整個土的水分還是保水的 他是不作用 所以當葉片整個水分增散掉 他的根不做這個補足的時候 他一樣就還是枯死掉 一般來講我們剛剛講的實力地 或者沙壤土是比較適合他 他大概可以容忍到 PH值7.8左右的這一個土壤 最好還是十月中夕 那我們就力就是過了中秋節以後 溫度就開始下降 他的成火力會比較好 那這裡提到的就是說 你在做大面積 你在做翠起精油 或者葉片在做乾燥的時候 你就要去拿捏你的品種是什麼 你是要單吸雙含或者一吸一含 你要去拿捏的他的含珠劑 這個是我們要去做葉片乾燥 我們就一樣像這一個10公分的苗 然後我們是90公分的溪面 單含紫 為什麼用單含紫 你看他 他的寬幅一株 寬高大概超過60公分 種下去以後 大概三個月花全部出來 那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花的利用 一般你在萃取精油 或者做乾燥的這個葉片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 就是把所有的花彩收打 倒掛 自然風乾 他有一個什麼好處可以吸附灰塵 然後有香味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在荷蘭的時候 因為荷蘭人的家都會種薰衣草 然後我們就會去採那個花樹 荷蘭人告訴我們說 你把他丟到你們家那個櫃子下面 他有那個除蟲 好 除蟲的作用 一般我們的櫃子下面會有一個底層嘛 那 大概在羅馬時期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教堂 他們絕道部分是用那個木板 所以他們怎麼抓那個跳蟲 就是那個薰衣草 一採收乾燥就把他丟在那個地方 那個跳蟲他就會跳進去 然後再一起收起來 然後再去把他燒毀掉 那因為本身薰衣草 他的那個味道滿柔和的 然後他又有那個驅蟲的作用 這一個就是剛剛提到 在西瓜的河床地 那因為他的水分流失的比較快 而且就是實力地 那我就會建議他們栽培的時候 要蓋塑膠布 一個就是在初期大概2月那時候 很低溫 他可以保護他的根系 讓他的根部的溫度比較高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那個地方風比較大的時候 他跟我們在幾岸差不多30公里 我們那個地方就不能鋪塑膠布 會太悶 那這個地方是OK的 所以你在栽培作物 他的方式不是一成不變 你要去拿捏 你要知道你的這一個土壤的示意性 還有你的風土氣候 是什麼的狀態下 你要去要不要蓋塑膠布 或者說不蓋塑膠布 這個就是齒葉新衣草 齒葉新衣草 他花雖然是比較緊密 但是還是太短 那這一個的葉片的味道 就比較有青草的味道 雖然還是香的 但是跟田新衣草 跟霞葉新衣草來比 他的香味就比較差 好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整片這個是不同的兩個年度 所以種出來 其實他的可賞花的季節是蠻長的 大概可以長達兩個半月到三個月 因為他的植株超過60公分 所以他的花花茎就不斷的產生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觀賞價值就比較高 尤其在休閒農場來講的話 那接下來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我們在做新衣草的時候 從栽培上 我們會去探討說 如果你種了對 第二年他樹根栽培的時候 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所以我們就開完花後 我們用離地面的高度 15、20、25到整個不割 這樣去做他的處理 看他第二年的樹根栽培 那這就是我田間工作的技工同仁 就是四重複 然後不同的品種 這個就是15公分 整個從底部這樣撿起來 那我們看這一個 就是高度 可以就是要減之前做這一個 結果很好玩 他剛好不處理的 剛好還是最高 沒有刻意 因為排列的組合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寬度其實差不多 那花梗的樹木我們剛講了 就是說這一蟲裡面你看 他大概都可以55到62多 他的先重 減得越短他是不是 葉片越多 所以他當然就是越重 那他烘乾以後 我們是用低溫烘培完 去算他的水分 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萌芽力 實際上是在20到25公分 表示說你減得太低 也不見得好 因為他的葉片不大夠 沒辦法累積他的側芽 萌芽出來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不要低於25公分 20到25公分 OK 還可以 那他的萌芽力可以借在不到一半啦 不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要去拿捏 就是說你第二年在栽培的時候 可能會牽涉到你要補值 那你這樣去評估一下是 你全部更新 從頭再中 會比較省工 還是說你利用兩年以後再一次 那後來我們在做的試驗就是說 你可能提早採收 你做兩次採收 一年兩收就對了 那從他的產量跟你後續 產生出來的效益 去評斷是你一年栽培一劑 因為不管你是脆精油 或者做乾燥質體的話 你要去試看看哪一個對你是最有效的 那當然我們這裡所提到的就是說 你要看你的目的是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迷迭箱 迷迭箱其實他是比較刺激性的 所以我看過一些文獻 而且一些清潔用品 就是洗髮精來講 他覺得他的精油裡面某一個成分 他可以刺激你的那個毛囊 然後讓他產生新的那個頭髮出來 我們知道我們的毛囊大概會有三根頭髮 那你如果毛囊發炎 健康的大概偏偏很微的藍色 那你如果是發炎的話 大概是粉紅色到紅色 如果你的毛囊是因為堵塞 不是死掉的話 你利用這個是有效的 他刺激他 他會長出來 如果你的毛囊是油脂已經堵塞 變成死的話 那個就是造成禿頭 所以不管你是怎麼樣刺激他不見得 會有新的毛髮長出來 那這一個就是說依你的體質 依你頭髮的性質 然後你就要去慎嫌這個清潔用品 那這裡就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說從去年開始到今年一個食安的問題 衍生出來其實味道是可合成的 好 是很多是合成 所以你要知道說你用的是不是純的 是不是真的是植物萃起出來 所以這裡也就提到一個 它是有抗禁跟保護毛髮 我們一般的迷迭香就是這種直立 還有一種寬葉 這兩種比較普遍 那樸腐性的話或者斑葉比較少 樸腐性也還OK 大概就像那個 它的品種有一個叫藍小孩 那直立性的話 絕大部分目前坊間栽培的是直立性的 而且它的那個精油的成分比較高 那我們知道 迷迭香它的葉片是反卷 反卷所以你一摸 手一摸它就油油的 它油包子都在這個表面 如果是半夜我們知道它有時候會 綠色我們講說早餐 它會出來 所以你如果是半夜迷迭香在做千叉的時候 這一個枝條你就要去除掉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如果像這一種已經盤根 這個時間就是太久 白色還OK 如果它已經合化的話 這個苗就整個就是老化 你種到田間你要讓它恢復的話 會速度比較慢 這裡要跟 為什麼會秀這一張 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牽插的時間點 到你移出來是一個很重要 影響到它後續栽培最重要的地方 那這一個也是在另外一個休閒農場 當初我們記轉 就是那個景觀規劃的那一個部分 那讓他們說 迷迭香你可以去萃精油 因為一般休閒農場 會有非常多的DIY的活動 那他們可以自己萃出來的精油 可以用在一些的加工成品裡面 比如說手工罩或者手工蠟燭這一方面 那他們為了要好管理 所以他們會鋪塑膠布 那剛剛提到 像迷迭香它是可以做樹根栽培 如果你家裡有庭園 你不要 我們買回來的五寸盆或者六寸盆 如果你的小花園是直接有土壤 你不要把盆子拿起來 你是直接把它就放在那一邊 你知道它底部有孔嗎 它的根系會這樣穿下去 那這一個盆子以後的那個戒指 慢慢澆水它就空空空 所以它會變成裸根的方式 你如果種下去 這一顆種了七年 那這一顆目前是大概第四年 我要說這個是什麼 迷迭香你種得好大概可以超過兩米 它的寬度一顆 寬度我的手這樣張開兩隻手 沒有辦法環保 那這是我家種的 七年後來是碰到那個龍網颱風 那整個就把它打掉 我以前種都不會火 後來我就想到說 我就把它丟在那邊 發現哇太棒了 所以你如果有 你不能像休閒農場一大片 每一個都給它這樣 是不行 因為你的周邊 你一定會有西曬或者說太陽 你露天的話它是直賽嘛 那這一個因為在居家的 這一個小庭園的話 它大概日照的時間大概只有四小時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初期你大概每天要澆水 等到它的根系往裡面去的話就OK 迷迭鄉引進台灣超過三十年 當初是做什麼 迷迭鄉如果你看過那個盆景的藝術 迷迭鄉以前是當盆景才利用 那九城塔 大家都知道嘛 用的最多的就是那個鹹酥祭嘛 鹹酥祭它或者那個什麼 三杯雞一定會有九城塔 那這邊介紹兩個我們講的白骨紅骨 坊間也有稱為清淨紅祭 在我不知道台北用的是什麼 在我們東部花蓮來講 我們市場上買不到這個紅骨 聽說是在雲家南那邊喜歡這個紅骨 那在我們東部都喜歡這個白骨 九城塔 那實際上這個是Local的品種 就是原來就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這個篩選 其實當初我們會引進這個羅勒 我們是想要利用它的花 因為它葉片也可以萃取 我們是想要去給它 添加在洗髮精跟沐浴乳裡面 但是我們發現 它比較草本 萃出來那個味道很有那個青草味 所以我們就放棄 可是檸檬羅勒的話 它那個花苞 你採收用低溫給它乾燥完以後 你去把它當茶包喝還蠻好喝的 有那個檸檬的香味 所以光這個羅勒的品種就非常多 那比如說這個萵具羅勒 或者紫羅勒在國外生菜沙拉裡面 它也是用在生菜沙拉 跟那個我們一般吃的那個萵具 那萵劑羅勒就是它的那個辛香味 就是比較嗆一點 有一種當成盆栽的 就是這個香球羅勒 坊間在義大利餐廳 或者法國餐廳裡面 用的最多就是我們講的田羅勒 那田羅勒你從秋冬季一直栽培是OK 可是你等到入夏以後 他就要怎麼說 因為我們那邊栽培就是 香草農民栽培的時候 香草植物用在生鮮的話 其實每個禮拜都會從國外進口 所以我們鳳林那個香草園區的農友 他就會應付就是北部有一些器作 他可能每個禮拜記兩次 那他就跟我講 不管他田羅勒用什麼方式 用高乾冰啊 用保利龍河啊 或者用塑膠袋這樣用冷藏過來 往往收到大概會有三成 會這樣熟透 熄去這樣子 所以他們大概五月以後 就不再提供這個田羅勒了 但是秋冬季是OK的 那我們一般在栽培上 他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季節一到他一定就開花 好 那我們這個園區讓他開花 因為他是要觀賞嘛 所以不同的品種開出來的形狀 跟他的花色也不大一樣 像這一個香球羅勒 他可以當盆栽一個圓球形 連他的花也是這樣圓圓的 那可以從我的書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他品種非常的多 那這一個聖羅勒 這兩個是在國外種的很多 就像他們的教堂周邊會種 所以他有避寫的作用 好 那因為那個教堂 那個地窖的下面不是 西方人不是都是死亡 往生者放在下面 所以要避寫 他們是種這個聖羅勒 有綠色的 然後有紅色的 那這一個是在我們的園區 去篩選哪些品種 是比較適合的 那當然也可以做成盆栽的方式 那去整理他的形狀 那剛提到香草植物 我們不需要去栽芯 可是你羅勒如果是做成盆栽的話 你要栽芯 讓他的側芽出來 然後要栽二到三次 你才可以讓他的那個形狀 是比較圓整的 那這一個也是在參展的過程 那我們就把他後面利用性 跟他可以做成盆栽利用 那另外接下來介紹就是薄荷 其實薄荷的話 他的90%大概是水分 你用葉片去萃取 他的精油量非常的少 那目前來講花蓮廠開發最多的 大概是澳洲茶樹這一個 因為他的產能最高 而且不像其他的要不斷的種 他種一次只要不死 一年大概可以採收二到三次 而且是從10公分的千叉苗 種下去半年就可以採收 但是他的精油量很低 那我們曾經做過 一年兩年三年 精油量當然是三年最高 那你如果把他偷偷平均起來 其實滿兩年的時候 是比較有經濟效益的 那薄荷我們知道 他有那個匍匐進 所以往往如果對香草植物 比較不熟悉 往往會把那一個香蜂草跟薄荷 會混淆 你要讓他不混淆 一個就是葉片抽若聞他的味道 另外就是把整個盆栽 就是盆子拿起來 如果薄荷他有那個 環繞在他的根部 那香蜂草沒有 他就是根系而已 這個是兩個比較可以區別的 那另外因為薄荷 他的品種非常的多 坊間去利用他 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你看他的品種名是水果的話 絕大部分是可以來吃的啦 那比較例外的就是荷蘭薄荷 我們講的綠薄荷 荷蘭薄荷就是坊間現在在 薄荷茶用的 好 那他的顏色 像這個薑味、萊姆、柳橙、香蕉 這些都可以來做烹調 或者來泡茶 我們講的荷蘭薄荷 等一下 巧克力薄荷也OK 那你看 這個日本薄荷、澳洲薄荷、蘇格蘭薄荷 他就是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成分 可能對人體比較 他貨荷成分裡面非常的多 你們如果有用過 那個德國出品在屈臣性 有在賣的那個叫萬寧油 他就是用胡椒薄荷去萃取 那一般來講 你用薄荷就是說 可以讓你的精神稍微提神一下 跟薰衣 不是薰衣草 迷迭香精油 那在所有 如果是純精油的話 唯有薰衣草跟澳洲茶素 他可以直接去觸摸你的皮膚 不會造成後遺症的 一個傷害 因為澳洲茶素 他是殺菌能力很強 那薰衣草精油 他對那一個 鬱傷組織很容易藏身 我自己親身的體驗 就是說 你的手如果給刀子割到 或者燙傷 你要先用水 先讓他燙傷就是溫度很高 你要先讓他的溫度降低 然後馬上薰衣草精油 塗上去 大概會有一個小時 小燙傷不需要 就是很嚴重的 比如說你在烤東西 你的烤箱可能達到200多度 那你這樣一去碰 他不是馬上起水泡嗎 那你大概薰衣草精油 你一個他塗抹上去以後 會有一個小時 有沒有 燙傷他會這樣抽筒 一個小時會這樣抽筒 但是OK喔 你知道你就也可以碰水 也可以幹嘛 你就不理他 那你就是再點 大概三天以後 他會慢慢從裡面產生新的表皮 就是原來燙到 變白色那個不是已經熟掉了嗎 所以他會慢慢脫落 那另外你刀傷 你因為我們在做煮培苗 有時候洗那個不小心會打破 那個培養瓶玻璃會割到 那你就一樣 趕快用自來水清 然後把薰衣草精油點下去 這個要用什麼OK棒 把他纏起來 也大概兩三天 他就會黏住了 然後等到黏住裡面 鬱傷組織出來以後 那一個割到的那一個表皮 他就會慢慢脫落 他比澳洲茶樹更好 所以我向來都自己在做這個 我會做白老鼠 當然不要刻意去跟他割掉 那國防醫學院有一個老師 他現在退休跑去慈濟大學 他當初找我就是一直想要 從我那一邊請我提供他精油 那我是很有興趣 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做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可發展 他們國防醫學院 他們有去做那個白老鼠 他就一樣把他讓白老鼠受傷 然後就用不同的精油 然後看他慢慢縮合的 那一個育傷組織怎麼樣 確實有用 就是對白老鼠 那我從以前就一直有興趣 我覺得他對燙傷那麼好的話 應該可以做燙傷貼補 好就是說不難像那個火燒商 說什麼有百分之二十啊 什麼那一種的 我覺得可以小燙商的話 如果是燙商貼補 可以 我們現在不是也很多那一種貼補嗎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合作的那個廠商 因為我覺得確實是不錯 因為一般我們是在工作的場合 碰到的時候用這一個效果還滿不錯 那澳洲茶樹來講 他的殺菌力很強 所以一般會用在清潔用品裡面 那現在當然也有很多一些清潔用品 他就是標榜是用澳洲茶樹精油 那薄荷的種類 我們剛剛看到胡椒薄荷也有半葉的 那這一個普列薄荷在台灣 有人去把他做成草皮 因為他是匍匐性的 所以他可以用這個進結扦插 用我們水稻的育苗盆 然後把他扦插 等到他長滿的時候把他捲起來 然後變成草皮來利用 這個是普列薄荷 那柯西加薄荷是一種屬於觀賞性的 可以做成吊盆類 因為他有那個慢性的枝條 那我們剛剛講的荷蘭薄荷 這個應該大家都看得到的 而且也最容易 那這一個我們有開發那個茶包 也是利用乾燥質體也寄轉出去 那這一個就剛剛講的 他有直立性的枝條 也有樸斧性的枝條 那剛剛說薄荷的種類很多 那如果是這一個 中國薄荷跟日本薄荷 他的高度可以達到五六十公分 可是你如果不採收一陣大雨 大概就趴下去了 好就是說你在栽培上 要去看你的利用力 那像這一種的話 我們會去淬金油 那當然他的用法 就像一樣是在手工皂那一邊 因為他的味道 這一種的味道會比較嗆 這個各位看到的一個是香蜂草 一個是荷蘭薄荷 這個就是做量產生產 那剛剛有一個同學說 如果是夏天 我們這樣因為做量產 是不當的採收 所以我們到夏天的時候會力之足 然後搭50%的遮蔭網 這樣的話他的產量會比較低 但是他還是可以中年生產 我們知道除了說 如果你在新鮮的利用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用在萃取精油 那這一個是在實驗上用的 就是一次他的萃取量 大概只有新鮮的質體 大概600g 那我們用這個出來的精油 大概只有不到2到3毫升而已 有的還更少 那我們利用這一種的方式 一個是在做教學 就是讓學員看的時候 他整個的一個流程是怎麼樣 這邊沒有拍到是等一下後一張有 他是一個冷卻水槽 我們知道方向氣體有的分子量很低 他可能一燃燒 他可能要的你沒有辦法keep住 他就跑掉了 所以真正要的成分說不定他跑掉 所以你這一個冷卻要有一個冷卻的水槽 我們大概是維持在5度C 可是你真正做大量的量產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流動的水 就是用自來水 他的水溫大概是在30度左右 那那個是在做量產生產 那像國外有一種 像我們在做那個中草藥那一種的話 有一些他們也會有冷卻水槽 就是這樣才可以保證他裡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你拿得到 那我們也一樣在做這個新衣草栽培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看到底他種植多久以後 開始有蒐集的到精油 所以我們就是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好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試驗 然後有三個品種 也是採收起來脆精油 我們看一下 甜心一此月跟德克斯特 這個就是銀白色的 兩個月的時候 其實一直到三個月甜心一草完全 收不到精油 但是德克斯特他大概就有了 那一直到四個月的時候 他的產能是最高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是用兩公升 就是剛看的 用600g的 用那個小瓶的出來 看他蒐取出來 那我們怎麼去測兩公升的水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他是用電熱棒加熱 我們就是一次一公升 然後再預備 等到他下降以後 我們再加一公升 因為你要蒐取後面 剛剛提到的就是 這一個花水的部分 好 那就是說 你看不同的薰衣草 其實他後面的花水 有一些人會把花水 去把他當飲用水 我覺得是不好 你可以當成化妝品 調製化妝品用花水 因為他還是有香味 你把它取代成水分 因為在基底的時候 有一些會用純水 那你可以用花水去取代 這個等一下後面 我們在製作藥膏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如果用兩公升的蒸餾水 然後600g的新鮮質材 你出來的話 你看大概最高的時候是德克斯特 他大概可以獲得7.2毫升 所以不同的品種用相同的方式 他的精油的產能 因品種不同而不一樣 那這裡就是說我們的做法 我們是有一台GCMAS 那他會提供那個紫樸 以我們就是說出來以後 我們看他跑出來的PIC 跟他提供的那一個去比對 才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哪些成分在 那這一個是後來 我們又再做出來是 他一次可以以脆新鮮的紫材 可以有35公斤 剛剛是600的 那如果有一些我們種的比較少 我們會用2公斤的 還有更小的 那這一個是更大 那我們還做了一台 不鏽鋼的是油水分離 是用墊的 但是後來不常用是什麼 因為他那個墊的 我們必須要用過濾水 所以你脆一次精油 那個成本太高了 你還要5萬塊的一個過濾的 那一個純水 要不然他那個鍋爐 因為我們那邊的水石灰質很高 他如果那個加熱棒 一產生了一個 他又在裡面 你沒有辦法清除掉 那變成說你脆那一次 他的植物材料大概可以下料到100公斤 那就是我們會依我們的實驗的目的 用哪一個 我們後來是很普遍是用這個160L 他一次下料可以有35公斤的新鮮材料 那實際上你看 這個分六瓶收掉 收到的 他的油水會分離 然後把水慢慢下來 每一種植物不大一樣 所以有時候在收取的時候 一般我們講就是比重 油的比重比水低嘛 所以他是在上面 你會把他附下來 可是你如果肉桂不一樣 肉桂他的油可能會纏到下面 所以我們在收取的時候 要不斷的混淆 所以有時候你會收不到肉桂油 那肉桂油的話 因品種不一樣 有他大概他的原生種裡面 大概只有8個裡面是可食的 那個也是跟肉桂權有關係 所以很多東西不見得說 他是肉桂 他的精油是可當為使用的利用力 所以這一個部分要非常的小心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 這一個是市面上買來的 用花萃取的 那後面這三個就是田間種 採取葉片 純葉片 我們可以看到葉片裡面 那個Canvo這一個東西 大概田薰衣跟德克斯特有 這裡我們就會去懷疑說 為什麼薰衣草精油 你坊間買來的時候 他這個Begamon Meat 那個佛手肝的這個成分 你看他可以達到45多 點酒將近46% 所以你如果坊間買的 辛西草精油 你一打開來 那個香味非常的濃厚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確認說 他是不是有添加 好 我買的這個是 透過就是化工原料 化法國進口的那一個精油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成分裡面 實際上就是葉片跟花都有 可是差異最大的就是 在花裡面 他大概占不到1% 可是在葉片裡面 他大概都60%以上 最主要的是這一個成分 那其他來講 其實在其他 比如說Pyning這一類的 或者Limoning這一類是都有 所以這個我們才會懷疑說 會不會他是添加很高的 這一個陽柑橘的 這一個精油 而不是純薰衣草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精油絕大部分 是用水蒸去萃取 可是柑橘類他是用冷壓 因為柑橘類他都在表皮 那個油包紙 那所謂的冷壓法就是 像那個我們在炸甘蔗汁有沒有 這樣把他滑過去你就可以蒐集到 那我們在做紋蛋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式 就是把裡面的那個白肉的那個囊 就是把皮削出來 然後用那個壓榨機 把他壓榨 壓榨出來蒐集出來 就是還有一部分的水跟精油 我們會把那個雜質 先用那個棉布把他過濾 過濾完蒐集出來以後 你會慢慢 你就把他放到冷凍庫 水是不是會結冰 油你就可以倒出來 那還是有雜質 我們後來就用什麼 兩萬轉數的那個離心機 哇很棒 他一離心出來 那個油就都出來了 好這一個當然大量做的時候 以前我們廠裡土壤肥料 要開發出來的那個紋蛋 因為紋蛋有很多種的好的都很怕颱風 種不好的人都在等颱風 因為補助款嘛 因為他賣不到好價格 所以當初花蓮廠另外的同仁在開發那個紋蛋 就是說有一些刺激品 如果可以有紋蛋精油 他衍生出來的後面 當然也是在做化妝品這一類的 好這一個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個雞吸泡出來的時候 那一個時間點出來的pick出來 然後再用他的紙譜儀去比對 那當然我們這樣比對出來以後發現 確實一些有效成分是存在的 那這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我們利用新鮮的600骨浪 那這一個就是冷浴槽 那因為他這一個量比較少 所以我們是用10公升 那我如果是那個大機器的話 大概要到20公分 一般萃取精油大概經過40分鐘以後 他的溫度大概上升到95度C 油水開始出來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一個他就有冷凝管 但是他的水是會回流進去 那是不是到一個半小時以後 那個5度C他也會慢慢上升 上升到10多度 那這樣的話初期他分子量比較低的 他跑出來的東西 因為溫度低5度C 我們還是可以keep住 那等到後面分子量比較重的 再跑出來的部分的話 雖然他的水溫達到十幾度是還OK的 就是說最前端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收集得到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除了後面的量產 這個是在園區裡面不同的種類種植 那我們也一樣 首先是把21個品種去做 做完以後 我們會發現他葡萄柚薄荷 他大概每公斤的新鮮的葉片 他可以得到2.92 那荷蘭薄荷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不同的種類 他所得到的精油量不一樣 所以也就是這個 為什麼荷蘭薄荷 他可以拿來食用性 最主要在這一邊 那另外會再取15個薄荷 我們去看他 整個最先測到的是Alpha piling 那我們就針對這一個 去比較不同的品種裡面 比如說柳橙萊姆的話 你看他每公斤有的可以2點多 但是每公斤有的才1點多 那他的佔的比例來講就是0點多 一直到後面更高 那這一個也就是不同的時候 跑出來的peak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Alpha piling 那這一個就剛剛講的澳洲薄荷 我們再看一下葡萄柚 大概他最高2.92 但是他的area就是他是在最前面 那你如果說溫度太高有可能 這個部分你也蒐集不到 這一個就是我們在做這個試驗的時候 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β在那一邊 好 再下來介紹這一個澳洲茶樹 那澳洲茶樹最主要引進來 其實在園藝界引進這個澳洲茶樹 他是當成庭園樹 我也是當成庭園樹在利用 那也因為一次颱風 所有的死光光 這個澳洲茶樹疊下去 你再把他浮起來 既然他活了 所以他是很耐水 你把他都淹在水裡面都OK 可是他不耐旱 如果你是用盆栽栽培 當他的根系滿盆 你沒有換大盆栽培 那你的水分他沒有辦法蓄積 我們知道盆栽作物 為什麼說你種植半年以後要去換盆 最主要就是根系長滿所有的戒指已經空洞 所以你澆的水其實他就是流失掉 那澳洲茶樹也一樣 他經過大概六到八個月 他的根系就滿盆 如果你的水分沒有辦法補足 他就是很容易枯死掉 那你種在田間陸地栽培 像夏天我們可能每天放那個活水 他也是OK的 所以他很耐水 我們也因為一個颱風看到說 這個作物是可做的 所以我們在96年才會去提這個產學合作 那你知道台灣開始種澳洲茶樹 貿易商要從澳洲去進口 那個種子已經進不到 因為他們也減產 那我記得是在98年吧 真正你我忘記了 中正基金他在評估想要把一些 平地造林的地方選了三種作物 肉桂、澳洲茶樹 另外一個是木本的香水 就是香花類的植物 我忘記是什麼 那他澳洲茶樹就找我 就希望我提一個計畫 從中基金幫他做繁殖種苗 因為要種到那個平地裡面去做造林 以後還可以萃取精油 但是我跟他說 因為我們研究工作 你要的那個量可能三、四十萬株 以我們試驗單位不可能做這一個 那因為他們寫了一個 像香金的那一個評估報告 所以後來我沒有答應 我有幫他介紹 就是說在我們花蓮有種苗 但是後來他們評估結果 比較信任試驗場所 因為他覺得一般私人的種苗商 可能經費撥下去 萬一沒有達到預期 也沒辦法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發現 他們這一個計畫也沒有執行下去 那本來他們是想要 從澳洲進口種植 那用育苗的話速度比較快 那他屬於桃金兩科 在花蓮就在於四月中旬 他會開始開花 可是他開花到結種子的話 大概短短兩個禮拜 我從來沒蒐集成功種子 為什麼 有沒有想到為什麼 我還把他套起來 可是我收不到種子 下雨 他就下雨 所以都是空的 你收不到那個種子 你知道他那一個 他就跟那個百千層很像嘛 他一開花 他就很多棉絮一樣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全部還是用千叉 因為我剛剛提過 千叉我沒有用花根劑 那他千叉是唯一比較 跟其他的香草植物 澳洲茶樹是比較難的 他千叉大概要將近一個半夜 他才會長根 所以我向來的成活力只有50% 沒辦法像其他的香草植物 可以98到100% 澳洲茶樹他有一點的難度 因為我不想去用發根劑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那個腫苗商 他們是不是有發根劑 你如果要用發根劑大概是用IVM2000ppm 就OK 跟那個玫瑰花蠻類似的 那剛剛我們提到 實際上他就是有抗菌抗氧化 還有驅蟲這個活性 所以呢 大概是在用在於清潔劑 或者肥皂這裡面 那這個是在哪一個地方啊 在我們南部就是育里跟副里的中間 一個 這個是我幫他設計的 就是告訴他種什麼香草植物在園區 那因為我們覺得說 澳洲茶樹他的樹形很漂亮 所以當初我就建議 在入他那個園區的周邊 他本來都沒有東西 變成你的道路這樣走進來的時候 就把他裡面的景觀 在外面就看透了 所以我就幫他們設計 就是沿著這個路面過來以後 從山下這樣過來沿著到他裡面的園區 就這個澳洲茶樹就把 可以把他裡面隔絕掉 那這個是在我廠裡做的試驗 是利用10公分的千叉苗種下去 利用修剪跟不修剪兩個來看他的 就是要去看他的精油的這個產能 那我剛有提到 你其實種了6個月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萃精油 但是一年生我們可以看到 你的新鮮質體才96個月 你如果到兩年生大概可以將近2公斤 就是說你的產量會比較高 他的精油產能大概是13.2 那你如果到三年生 再多種一年也不過多1公斤 但是他的精油量有高一點 那你平均來講 你如果要連續採收 我們的做法是 第二年的時候 就是採一半嘛 然後他再長出來 在隔年的時候就是左邊右邊 然後到第三年他就每年都可以採收 那他就都是兩年生的植株 那你在收取這個植株的時候 其實他的樹幹 樹皮脆不到東西 還是要他細細的這一些葉片 那澳洲茶樹實際上 他很重要的成分是在這一個 松油稀釋醇 在國際 國際標準精油裡面的成分裡面 他這個成分一定要超過30% 那另外有一個是松葉醇 松葉醇他是有毒性 所以你那一個裡面的成分 必須要小於或等於15% 那我們在花蓮種的是 那一個成分我們測不出來 那其他的成分都有 都符合他那個精油國際標準 就是ISO裡面他最規範的四個主要的東西 這個才有辦法認定 這個精油是有效成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大概是在 21分多的時候 這一個就會跑出來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你要去看1996年國際標準化的 這一個ISO 4730 他是在1996年制定 他講的就是松油稀釋醇 他要大於等於30 那我們剛剛看到我們的是33% 那這一個就是松葉樹 他一定要小於或等於 那另外AlphaPimin跟那個GammaPimin的話 我們的濃度都在他這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現在等一下後面會介紹 我們現在就是衛福部已經規範了 你一定在國內還沒有制定CMS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用國際的 這一個標準化的這個ISO裡面 他所講的成分是哪些 那這一個是我常理的 那這一個是在業界這一邊 就是萃取出來以後 我們那個澳洲茶樹的這一個精油的樣品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茶樹精油 跟剛剛為什麼會去做薄荷 我們就是在一個混合的一個配方裡面 我們開發一個那個牙膏的成品 那你剛看到這邊有ABCD 就是他的配方的濃度不一樣 因為你要去刷看看 你可接受度 就是你刷出來 我們有去做調查 有小孩子 然後男生、女生 然後青少年、中年跟老年人 我們這個樣品丟出去以後 看他們回過來 我們在從中取一個 是我們後來的商品的東西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的那個key point的那個技術在哪裡 就是我們一定用有機栽培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業者 他所有的澳洲茶樹有經過驗證 是有機是磁心驗證的 他就是從水、肥料或者那個土地 所以他的這一個部分是有機的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什麼是最恰當的採收時間 還有你是利用什麼東西去萃取 另外就是說他這一個配方跟調製 那他本身這個業者他是做肉桂 所以我就附帶也幫他配了肉桂 就是他主配方肉桂跟主配方澳洲茶樹的 比例不大一樣 那他兩支都還賣得還不錯 但是可能都給廠商賺走了 因為所有的原料你提供 我們知道只要是這一規範的話 你做量產生產一定要有工廠證 工廠登記證 那工廠登記證他去申請這一個 等到他整個流程做牙膏 那個整個流程CMS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是不是要去跟人家OEM 那OEM的時候你看光這個軟管設計 所以他大概有50%是給這一些吃掉的 那你不可能說要省這個50% 我去做一個工廠 他有做的一個工廠 有申請的是做那一個竹炭 因為這個業者他整個山坡很大 有非常多的竹子 那你知道燒那個竹炭的溫度 超過700度以上 那當初在申請那個工廠登記的時候 縣政府他就會看他燒 不是會有煙嗎 他們要去測那個污染 要去測 所以他申請滿久 那他本來是想說 把他的範圍擴大申請完 他可以連牙膏一起 但是不是想像中這麼簡單 因為他裡面添加的東西 你不是這一部分 所以還是要OEM 所以他出來的產品就叫茶樹牙膏 那另外你除了說作為這個生產以外 如果你養得好 這個盆栽剛好在Christmas的時候 國外都是砍那個松嘛 那台灣你就可以用這一個澳洲茶樹 他的樹形還滿漂亮的 好 把整個香草植物 這些種類有一個概念以後 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 你在你的休閒景觀散 你們有機會可以到我們花蓮場 這個漸遠十多年了 一直沒變 作物會改變 但是除了說這個季節你們會去看 我不會去更新 你就會看到他站在溪裡面變成乾燥的 可是你去摸他還是有香味 好 本來我是夏天一樣更新 後來我發現太浪費 因為碰到一個颱風季節 碰到一個豪雨 那不如能樹根栽培的就樹根 會死掉我們就等到入球以後再更新 那一些就給他站立變成乾燥肢體 那我覺得這種還滿不錯的 就是來參觀的 他們就很清楚說 哪一些作物 哪些品種是不是不適合在夏天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就是這個薰衣草 那他最主要就是他的溫度 30到50度的這個range 他有一個關鍵溫度 那一般我們會測到他的水分 低以10%以上 然後乾燥了我們就收起來 那我們大概就是用烘香烘完 用抹粉機 然後把他裝袋變成木衣包 或者香包 那這一個是季轉 這個農民就是我們講在鳳林那一邊 我們這個當初季轉很便宜 就是7萬塊一年 那他往往就是他還想要再用 因為他想要用改良廠的logo 所以光他就跟我計轉3次 那我們光薰衣草木衣包 大概計轉了6個廠商 就是6次 那這一個就是薄荷跟薰衣草 那這一個是另外一個他做產廳的 然後就輔導他們種植 然後怎麼樣開發這個產品 那當然你除了用成以外 我們還可以去變成香包的利用 那實際上這個很重要的是 你採收時期 你的部位還用你乾燥的這一個技術 香草植物乾燥完 相對的後面的產品 就是可以餅乾 或者你用新鮮的乾燥的 你可以再燒烤類 這個就是後續你在做香草植物 後續加工以外 他的一個加值在哪裡 所以你會變成一些 噴條的一個利用性 那當然你在休閒農場裡面 你就會有非常多的DIY的活動 那你可以對 像我們那邊做蠻多的是課外教學 就是不管幼稚園小學生 我每年會幫慈濟大學 還有我現在也在幫他們弄一個園區 那另外就是東華大學 他們現在生物多樣性 他就會來看我們那個園區 怎麼利用植物在生態上 怎麼應用 因為我們有一個生態池 所以這樣就會互相連接 那當然剛講到你用新鮮或者乾燥 你在香草茶來講 其實他就是有一個主配方 有一個負的配方 那當然你那個味道原則上 你不要三種以上 大概就是三到 不是不要三種以上 就是不要五種以上 大概三到五 那另外我們剛講一個甜菊 他就是一個甜味的代用品 你如果直接要在裡面 不再加糖那一類 你就可以加甜菊 或者就是他的味道 是同樣的相容性的 才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這一個也是我在 我們現在不是有非常多的農民學院 然後做的時候還要做加工 比如說金油丸 我們做手工皂這一方面 那這一個就是現場看香草茶泡 那這一張是在發明展 然後會有一些廠商 那這一個是 奇香廟草 他在雲林土庫 他開發出非常多的產品 一個最有名的就是香草醋 那他有沐浴乳洗髮精 還有香草灶 你看剛剛我們看的這個香草醋 他的一品的價格要450以上 然後他現在的產品有 有不同口味裝成一起 好好小小品 那也有比他再低一點 他現在外銷日本還有大陸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市場 那這裡就是他也有一些手工皂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提一下 那個手工皂有一些規範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整個在我的這10年 我的試驗過程以外 我們來看 這個香草植物在台灣的產業 實際上他會做一個盆栽 還有休閒農場 精油的市場 還有保健市場 那你可以上農委會的網站 一個農業意願 裡面有一個香草養生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有香草類的 或者有花草餐 他這一邊類歸出來 你會發現他是以香草為號召 的休閒農場 比如說武都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 你看這整個加起來 大概就有28 最大的反而是在新北市 那你如果從北區 宜蘭縣是比較偏北 你看大概合計起來也有28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比如說你現在旅遊走的是哪一種 有一些民宿類型 那他以香草餐為號召 他如果沒有原地的話 他可能就是會用到很多 我們剛剛講的盆栽的方式 那如果他有一個小花園 他會種直接採用他植栽的東西 唯一一個號召 這一個是香草植物用在還是最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南投縣其實蠻多是在南投縣 那屏東我們會感覺說 他溫度比較高 可能香草植物比較不適合 那也不浸染 其實那一邊也生產的很好 所以在南區來講也有多達20 那如果以東區你看 其實台東大概以這個為號召只有一家 但是還有 據我瞭解還有蠻多 他們是在做萃取精油 那這一邊花蓮 剛剛我講的就是 這一個一村香 我是民國92年跟他認識 他一直種到現在 就是他不斷的在轉型 他有提供一些化妝品公司 就是要需要這個原料 那那個在做這個化妝品 他會跟他設定 他要的是哪一些種類他會去種 那另外的話就是比較普遍的暑假 他就會跟學校或者跟農會做一些交流 所以這個是一村香草屋 那你也可以上網去看他 他也有這一個 那這邊就要提到的 這個資料是還沒有 還沒有衛福部 還沒有成立衛福部在衛生署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 等一下後面有衛福部的那一部分 這個是當初我去抓他們 就是說你可供食品用的 一共有9項 他就會類歸 比如說草本木本 你要去了解哪些食用 那這一個裡面我們看到 比如說茶包 膳食調理包 或者你做成飲料定計膠囊粉末 你不能涉及中藥裡面成分的 就是你不能涉及到這一邊 那你如果變成保健產品 那個是另外一個規範 那我們這邊他這一個所指的全草 就是包括根莖葉花 那有的可能他用的 可能只有花的部分 或者葉片的部分 他在那一個藝覽錶裡面 弄得非常清楚 比如說部位 我們知道啊 比如說積母豬他可能用根 那你看西洋絲草 泉草 一般香草植物 包括貨香 他都是泉草 那這邊你看檸檬草 檸檬香茅香茅 他也是泉草 但是有一些你要知道 他可能是一般的食品類 所以當你種了這個 你要去做食品 哪些東西是要符合他的規範 像我們講的這一邊 清明草 你看他也是泉草 但是這一邊 你知道有那個一條根 他這裡只能作為 沖爬的茶包 你不能外面再去做成什麼 而且他的限量 他還有跟他多少量 你一天不能超過多少 或者你一定要有一些景欲在 好 那我們看 他現在變成FDA的時候 你要到他食品藥物消費者的 這一個裡面 你去查一樣 好 就是類似這樣 你就會全部都 你的要使用的是哪一個部位 那你就會去看 他的部位是根啊 根皮啊 泉草 你要去用清楚才不會違法 那剛剛我們講到科學中藥 中藥是用富方 那你看這個西方 這個是在美國買的 一般的超市就可以買得到 比如說他綠茶 他是一般人家說要吃一些抗氧化 他是用綠草 那他一般就都是乾燥磨成粉 裝在膠囊裡面 那我們知道銀杏嘛 就是延緩 你不能說治療 他是延緩 就是變成你對身體 有一些輔助的作用 像我們講的那一個 San Young我那一個 他是有憂鬱症的人 他就會寫說你可能吃一下 或者紫錐花 紫錐花台中農蓋廠 在幾年前他們這個也有記轉 他們對這一個紫錐花 因為當初我們都有那個中家合作計畫 那一位同仁現在已經退休 現在在哪一個地方當農業處長 他就研究滿多這一個紫錐花 他是提升免疫力 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他就是用地上布磨成粉以後 做成膠囊 他每一個膠囊大概是400mg 那我們看一下 他會說 你如果做這一些東西 你一定要把他的種名跟他的份量 比如說他一個膠囊是聚多少 然後一個成年人每次在什麼時間點 然後每日的服用量 那他一定會有這一個景語 那當然他們會寫一個 沒有食品級藥物級的評價 你不能說他是可以治療診斷或者什麼 那在國外來講就是 你會先從加一 加一那邊他可能會告訴你 你可以吃這個 那你就可以到一般的 supermarket那個地方 你就會看到這個是你有透過加一 或者你直接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國內的一個科學中藥 科學中藥你可以看到 他是這一個副方 副方那也一樣 我們這邊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經過中醫師的處方簽 你才可以使用這一個 那這一個就是西方的藥草 跟東方的藥草 一個是單方 一個是副方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區別 好 這裡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剛講到一個精油跟一個香皂 因為他是規範在化妝品類 在化妝品內他的管理辦法裡面 一定要有工廠登記證 否則你就是違法 但是呢 這一個一般自己在家裡做這個手工皂 那他們覺得說 在他的這一個私刑裡面 他沒有達到他那一個規模的這個標準 所以不必登記 但是他還是要符合這個化妝品的製造的 標準的相關規定 所以坊間上有很多自己說 我自己做的手工皂 你上網去賣你可能會處罰 他還是要有一些規範 好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那個規範 那那個是手工皂 那這一邊精油 這一個就是已經第三次開會做成的 就是消費者保護處針對精油 不管是省產或者進口 他們會講到你的這一個 是經過跟農委會 然後經濟部商業室標準檢驗局 還有衛福部的這個食品管理法 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說這個東西應該在今年底 會真正的講出來 就是說你純天然植物包裝 一定要參照CMS 你們可以去看 CMS14900跟14901裡面的規範 是哪些東西 他很多 那從這裡就是說 你只能用純不能寫百分之百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那你一定要符合 剛剛我們講的國際 就是ISO多少 他裡面有哪些有效的成分 那如果你還沒有制定 我們國內會制定 CMS會制定 但是還沒有的時候 你還是要針對國境標準的那個ISO 裡面那個成分 那如果你是精油是純的 然後你其他的東西 但是你有一些化合物質 去調和而成所衍生出來的產品 連純字都不難寫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休閒農場 可能都標榜我是手工做的 你也看到我是純粹在這一邊 所以以後你可能要把你的東西 要到這一個標準檢驗級裡面 去給他檢定裡面是什麼 那這一個就在 我們看到那一些文 大概隔兩三個禮拜 我們就看到電視也在講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一些東西 那這裡就是如果 你看喔這裡很重要 他如果說沒有涉及這個化妝品療效 這個的話是屬於衛福部 那如果你的精油變成新鄉什麼 又是由經濟部主管 所以他就是兩個單位 那我今天跟各位 就是把我這幾年一些工作 一些累積的一些經驗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很簡單 打電話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反正有我的名字 那我只要在辦公廳 大概都可以跟你們解答 那另外就也歡迎你們 可以到改良場的那個休閒園區 那也希望說 今天這兩個半小時 可以帶給你們一些些的 一些有所感動 好 謝謝 而且大家謝謝 我們跟你們分享 這些分享 你們請問一下 我就有個材料 然後來 我們先去 europe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 看看 看到 卡爾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